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因为怀孕的原因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却丝毫不影响裴子金的身材 相反 她整体的气色变得越发好了起来 人也变得性感起来 裴子金看见惊吓 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惊吓 你能来我真的太高兴了 惊吓笑着道 你结婚 我自然是要来的 裴子金随后又看了看桃子 笑着问道 阿德 这位就是嫂子了吧 阿德搂着桃子的肩膀 点了点头 桃子 这位便是紫金 明天的准新娘 阿玄的媳妇 你好 桃子主动伸出了手 紫金立刻回窝 你好 嫂子果然是气质美女 难怪阿德心甘情愿跟着嫂子走 紫金笑盈盈地调侃着 阿德说你嘴甜 果真如此 好了 大家一起坐下来边吃饭边寒暄吧 蓝青玄打算了三个女人的对话 大家纷纷入座 阿玄 你和紫金 一会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吧 若是忙 不用陪我们 都是自家兄弟 不用那么见外的 阿德知道 结婚是一件十分繁琐的事情 今天晚上应该也会很忙 贴心地道 还好 事情早就安排好了 就等着明日婚礼了 蓝青玄笑着道 我们俩现在的任务就是陪好你们 之后好好休息 等待着明天的婚礼就行了 裴紫金一脸幸福的模样 笑着道 那我们明天是随着阿玄去接亲对吧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或者是记得属相 阿德问道 既属羊的和孕妇 你们的属相都不犯冲 不过 只是不知道你们是孕妇吗 蓝青玄一脸玩味地看着惊吓和桃子 那我和桃子能去接亲 阿德道 我和金夏也可以去 陆毅回应道 哎呀 你俩这虽然领证比我早 但是当地速度还有待加强呀 蓝青玄调侃着 你瞎说什么呢 紫金有些不好意思 脸微微地红了 蓝青玄将明日婚礼的流程 大概地告诉了一下陆毅和蓝青玄 并且分配给了他们一些任务 六个人没有聚太长时间 蓝青玄便带着紫金先行离开了酒店 将紫金送回家中 明日婚礼 想必他们应该有的忙了 戴紫金和蓝青玄离开后 金夏略有些失望地道 只可惜明日我只能当迎亲者 好想当娘家人 拽门还能要到红包 陆毅无奈地看了一眼金夏 笑着道 走了 先上楼休息了 明日还要早起去接新娘子呢 蓝青玄结婚 陆毅和金夏 陶子 阿德早上三点便起了床 来到举办婚礼的山庄 帮助蓝青玄准备迎亲事情 今日的蓝青玄与以往不同 她早早地便换上了新郎服 今日的她不如昨日那般淡定 金夏看着她站立不安的模样 调侃道 小蓝 你不会是紧张吧 笑话 我怎么可能紧张 蓝青玄虽然没有承认 但是不得不说 金夏发现了她的小心思 她还真的是紧张了 她自认为自己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却没有想到今日会如此的紧张 陆毅拍了拍小蓝的肩膀 给了她鼓励 新婚快乐 小蓝突然间抱了抱陆毅 真诚地道了巨蟹 谢谢 兄弟 时间到了 众人便陪着小蓝去陪家接亲 小蓝的伴郎团是她的高中朋友 大学同学们 一共六人 迎亲的时候 小蓝穿着一身古代版的新郎服 伴郎们纷纷穿着小丝的服装 金夏和路易等人 随着众人一起来到了陪家 紫金的伴娘团自然不会让小蓝轻松地接走紫金 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先是俯卧称 接着是才艺表演 随后又通过了爱屋吉乌 情千一线等众多考验 在小蓝深情款款的保证书下 方才将新娘子给带走 来到室外山庄后 新娘子 新郎 伴娘团和伴郎团 又纷纷换上了西式的服装 开始了正式的结婚仪式 金夏看着热闹的场面 感慨道 没想到现在婚礼都这样热闹了 以前我只觉得婚礼除了累人便是累人 现在看来 婚礼也不错吗 路易低头看了一眼金夏 忍不住问道 要不我们也办个婚礼 金夏抬头看了看路易 摇了摇头 还是不要了 我觉得看别人婚礼挺热闹的 要是自己是主角 还不得累死了 路易忍不住弹了一下金夏的头 懒得搭理她 继续观赏着婚礼画面 在主持人的带动下 新娘子和新郎的互动逐渐的多了起来 蓝清旋在现场讲述了和紫金相知相爱的过程 并且承诺今后一生一世都会爱她 照顾她 不知道为何 明明与自己无关 偏偏金夏觉得特别感动 竟然感动到落泪 路易何曾见过金夏如此模样 在她心目中 金夏一直都是笑呵呵的模样 何曾像今日这样感性过 路易将金夏拥在怀中 虽然没有言语 但是却给了金夏满满的安全感 太感动了 我竟然不知道小蓝居然如此痴情 那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她 路易坚定地回复道 或许是因为紫金怀孕的原因 婚礼场面并没有那么繁琐 流程相比较而言 简单些 待婚礼流程结束后 紫金便被伴娘带下去先行休息 留下蓝清玄和伴郎们纷纷敬酒 活跃气氛 路易听见金夏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 忍不住笑了笑 啊 路易问道 金夏点了点头 如实地道 嗯 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呢 走了 我们也去吃点东西吧 路易牵着金夏的手 往自住餐点处走去 陶子看着路易和金夏的背影 笑着对阿德道 没想到路易结婚后 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阿德笑着道 阿易骨子里面便是一个温柔的人 只是他不知道如何表达而已 而金夏的出现 正好让他找到了表达感情的方式